Hello,大家好,我是Jason 在上一节课里面呢,我们对百度API的SDK 还有它的API Key的申请 已经做了一个比较大致的了解 那么今天这节课呢,将带领大家一起来学习 高德地图API的申请,以及它的SDK的集成 OK,首先第一步呢,跟百度地图一样 咱们还是得进入到高德地图的官网 那么在申请高德地图API Key之前呢 大家来一起回顾一下申请百度地图的一些要点 那么第一步呢,就是要获得百度API Key 那么获得百度API Key之前呢 咱们要先申请一个百度账号 第二个呢,就是在官网里面下载 百度地图开发所需要的SDK 接着将SDK集成到我们的项目当中 第三步呢,就是配置一些相关的属性以及权限 OK,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课程 有关高德地图API Key的申请以及SDK的集成 首先呢,咱们还是在浏览器里面打开 高德地图的官网 OK,大家看到左上角这一个地方有个开发 开发里面有个Android SDK 好,咱们点击一下 好了,再进入到这个页面当中 大家留意一下红色的这些字体 讲的是高德地图 它的V2.0之后的版本与之前的1.4.2的版本不兼容 OK 哦,这是提示我们 是一个版本兼容的问题 那么后者的版本呢 基本上不兼容前者的版本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进 那么咱们呢 咱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要多注意一下这些版本的变更 因为这有可能 对我们已经做好的一些程序 有所影响 OK,今天这一门课呢 也是打算从SDK入手 到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最后面呢 才是API Key的申请 即将API Key 继承到咱们的项目当中 OK,接下来呢 咱们就点开左边的相关下载 下载它的SDK 以及它的一些相关的 演示代码 这个地方咱们选择的是 Android 2D地图的SDK 203.0版本 好,点击下载 也将它相关的事例下载下来 好,看来今天网速是非常给力啊 一下子就下载完了 OK,接下来呢 咱们就打开我们的下载目录 OK,大家可以看到 这两个文件呢 一个是库文件 还有一个事例文件 然后我们将这个库文件解压出来 OK,接下来咱们回到 一个例子当中 创建一个新的一个项目 一个新的新的式额 选择 一个新的额角 Android application project 输入高德 Next API OK,接下来都是 Next 都是选择一个空的 Aptity OK,Next 好,创建好了一个新项目之后呢 咱们将刚申请的高德SDK 集成进来 那么接下来打开咱们申请的 刚才那个Java 好,将它Copy到 咱们的新项目的Libraries 这个目标下 OK 放进来之后呢 回到Eglise当中 进行刷新 刷新之后呢 添加对这个Java的引用 在选择工程的名称 点击右键 View OK 这个地方将咱们刚才下载的 Java 引用进来 点击OK 好了,这时候SDK就集成了进来 那么接下来呢 跟百度地图 申请的时候一样 咱们要去申请一个 API Key 好,回到咱们刚才下载SDK的这个页面当中 在这个页面当中呢 可以发现 左侧 这边 左侧这边有一个或取KEY的这样子一个按钮 好,非常方便 咱们点击进去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需要 一个账号 OK 可以接下来输入咱们准备好的账号 密码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呢 如果没有申请过的朋友呢 可以直接看到 这右侧有一个立即免费注册 点击进去之后 去跑一下这个注册流程就行了 那么这个地方一般都是需要手机号码 或者一个验证的邮箱 大家提前先准备好就行了 那么咱们登录 OK 进去之后呢 这个地方 有一个 API Key的一个列表 那么上面有 有我们的应用名称啊 Key啊 以及它绑定的服务平台 这个地方我已经 申请有了一个Key了 那么 为了演示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我还是重新申请一个 点击获取Key 好,输入咱们应用名称 咱们应用名称 是 高德 接下来的绑定服务当中啊 这个绑定服务是必须选的 选择是安卓平台的SDK 下面提示我们可以在这个SDK 基础上可以使用的一些服务 OK 安全码 以及它的Package 这个地方已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 需要输入 这个安全码 就是咱们之前的一个数字签名 一起报名 回到 好 回到咱们的Eglise当中 Window Reference 安卓 Build OK 找到了咱们的数字签名 过头来输入 好 再找到咱们的报名 包名的话 还是回到咱们的配置文件当中 好 上面的Package Package 回到之后 把它粘贴进来 OK 点击获取Key 好 非常成功 也非常简单 这时候呢 咱们就获取到的Key了 好 好 这个当中两个步骤有记录下来 应该是 高德地图 它的网址 高德地图的网址 是 LBSAS.com OK 以及我们申请到的 申请到的 申请到的高德 API Key 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先把它保存下来 OK 好了 好 接下来咱们来看到它的开发指南 它的开发指南呢 咱们回到 开发指南的页面 OK 点击开发指南 配置 工程 好 这个页面当中呢 跟我们讲解了 我们必须在我们的项目 在我们的工程当中 做一些什么配置 好 好 大家对比一下 好 第一步呢 当然是导入 所需要的杂包 所需要的库文件 那么第二步呢 好 第二步呢 就是将这个Key OK 跟百度地图一样 将这个Key 把它放入到咱们的配置 工程当中 OK 好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 Key 咱们将Key 输入进来 好 这时候我们就 已经配置好了 它的Key了 哦 紧接着呢 就是它所需要的 啊 权限 好 咱们将权限Copy进来 好 权限Copy进来之后呢 好了 咱们接下来 来简单的书写一个 它的Word OK 咱们又回到高德的地图官网 在左侧 进入地图显示 这样子一个 一个链接 里面告诉大家 在3D地图下面 以及2D地图下面 分别它的布局文件 应该是怎么写的 那么这时候呢 咱们选择的是2D地图 那么将这个 啊 地图的配置文件 应用进来 好 在咱们的Mate Aptivity 啊 我们的Mate 文件当中 啊 配置文件当中 放进来 那么 这个地方啊 是做一个布局 布局上面的一个 啊 一个显示 那么接下来呢 在代码里面 如何实现呢 咱们又回到 这个实力当中 观察一下 OK 咱们从 onCreate 这个方法开始 那么这个方法呢 呃 首先我们声明 这样子一个布局 一个Map的布局 接下来呢 哦 在这个地方 要调用Map 的一个onCreate方法 啊 紧接着 就是初始化 同时呢 呃 跟 百度地图一样啊 啊 在 onResume 啊 这个方法 onPath 啊 这些方法当中 它必须 进行重显 对地图进行一定的操作 啊 在Destroy Destroy的时候 啊 必须将这个地图资源给释放掉 OK 这些东西都是 这些东西都是 这些东西都是约定俗成的 OK 我们Copy进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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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Mate Ft 当中 好 输入进来 这一个地方啊 啊 同时要将地图的 呃 元素 它会放进来 添加 对API的引用 OK 分别的添加进来 OK OK 这个时候 嗯 这个时候呢 啊 接下来呢 咱们将这个项目跑一下 看一下输出最终的输出结果 啊 在模拟器里面运行起来 OK 这里为了演示方便呢 我将这个结果输出到了啊 输出到了我的手机上面去 啊 大家可以在手机上面可以更加直观的啊 看到这个显示结果 OK 那么 对 借助第三番工具呢 啊 大家可以看到 OK 这时候我已经将地图显示出来了 啊 好了 接下来咱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这节课的学习要点 那么第一点呢还是要申请一个啊一个高的账号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申请 API key 第三个呢 就是啊 配置 权限 那么事实上 通过对比啊 通过比较 大家可以知道 其实高的地图 的 集成啊 它的流程要比百度地图要稍微简单一些 好了今天这节课就学习到这里 感谢大家 再见 OK 这里为了演示方便呢 我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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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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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这个